一馬案關鍵人物劉特佐 潛逃多年行蹤沉迷 盤談會首席專員丹斯里阿戰巴基 強調當局還在極力的追捕劉特佐 不排除劉特佐已經易容 還表示不贊成和劉特佐達成和解宣議 阿戰巴基早前接受反彈會專訪時聲稱 當局目前並不清楚劉特佐的確切行蹤 但會持續追捕 至於前首相纳杜斯里納吉 是否應該獲得國家元首特赦 阿戰巴基不怨之憑 強調這是元首的權限 阿戰巴基在任期間掀起不少爭議 其中包括超額持股風波 不過政府昨天證實了 將延長阿戰巴基的合約一年 阿戰巴基在訪問中 就針對自己遭到各方踏罰 甚至要他辭職的爭議 回應說自己不會在意 還說別人不喜歡他 不是他的問題